我们在一个系列讲道的里面 但今天我们会稍微休息一次 但你知道在这个系列讲道里面 我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学习跟得着 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在这个系列讲道当中你有学习的 好不好可以跟我挥挥你的手吗 好 也是有蛮多没有的 我相信还没 我相信接下来几周是你的timing 你开始要去学习 你知道在这个系列讲道里面 Pastor Peter教导我们 我们的选择会定义我们的人生 所以他说当我们可以做选择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有能力的事情 有时候我最近才知道有一个词叫做躺平足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就是好像月光足还是什么 现在已经新到草莓足 现在已经新到一个词叫做躺平足 就是我们就是躺平 反正这个世界就会自然的发生 然后我们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好了 我最近学到这个词 有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子觉得 有时候我们会想 神对这个世界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神创造了地球 神让太阳 神让地球绕着太阳转 然后银河系怎么样 地球会自转 一切都是自然的发生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计划了 那我要做的就是躺平就好了 我基本上只要躺在我家的床上跟沙发上 每一天花手机 然后吃零食看Netflix 其实我的人生就会前进 然后我就会走进神要我去的那一个计划的里面 但我要告诉你 神确实对我们 对我 对你的生命都有一个计划跟目的 但是你很有可能走不进去 事实上大部分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没有走在这个神的计划跟目的里面 神超级温柔的 神从来不会勉强你做决定 祂不会你躺在沙发上的时候 忽然间让你的床消失 然后你必须要站起来 然后迈向你的未来 不会的 神就是让你躺在那边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 就像伊甸园里面 神有两棵树 神让人自己去做选择 神不会勉强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系列讲道里面 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 我们的选择让我们有能力 其实我想要这么说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 神给我们最大的能力 就是我们可以做出选择 你可以让你的未来 让你的人生不一样 是因为你可以做选择 你要什么样的未来 主公权在你的手上 不是在神的手上 然后我们上次说你长泉鸭 神却是掌权 但是神最大的掌权 就是祂把这一个责任 放到你的身上 你要做出哪一个决定 我知道你们都还站着 所以我们会继续在 我们会站着来念我们的圣经 因为圣经对我们来说 是我们的根基 我们是站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 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所以邀请各位 我们要站着来念我们的圣经 今天虽然不是在系列讲道里面 但是我还是会围绕在这一个主题里面 就是关于我们的选择 你要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今天我们要聊聊 关于你未来的价值 过去几周我们都在 约瑟这个很颠沛流离的人生的里面 我们上次已经读到了 约瑟跟他的哥哥 还有哥哥们相遇 然后最终他把他的哥哥 还有弟弟还有爸爸 接到埃及住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请你帮助我做 就是把你的手指伸出来 举成这样子好不好 可以吗 然后往前按一下 按一下 你知道你现在按了什么键吗 快转键 好 我们现在按了快转键 我们快转了四百年 当约瑟跟他哥哥来到埃及 四百年之后 从这十二个人 他们这个以色列家族变成好几百万人 大概将近三百万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 这三百万人在埃及 其实让埃及人非常恐惧 因为有这么大的族群 在我的国家里面 他们如果一个不开心 可能会叛变什么的 所以埃及人那个时候 很害怕这群人 所以他们就让这群以色列人 成为奴隶 但是让他们成为奴隶 还不够 因为他们发现人口还是持续的 再怎么样 再成长 因为孩子都给以色列人生就好了 对不对 都是他们在生 所以他很担心 所以法老下一个命令就是 我要杀掉所有以色列的男生 如果是刚生出来的男生的宝贝 他会把他全部来杀掉 所以这是出埃及记摩西故事的开始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这一节经文 因为你们都很熟悉摩西的故事 所以我们要来透过西伯来书的一段经文 看见摩西初期的这人生里面 他做了一个总结 所以我们要看西伯来书的11章23到27节 摩西生下来时 我都很担心 所以还好摩西很俊美 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 好 我要继续 因为讲到生小孩我就会很敏感 24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祢 主 让我们今天 透过摩西他所做出的选择 明白原来我们的选择 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价值的未来 谢谢祢 祝福我们待会以下的时间 给我们专注的心 祢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主题叫做 加值你的未来 跟你旁边人说一下 我今天能讲到主题好吗 加值你的未来 我想要跟你聊聊 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确实会 形塑会影响你的人生 去到一个方向 但是如果你对你的那一个方向 那一个未来 你没有一个想象的话 其实 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个选择 其实不一定有意义 对不对 不知道有没有人 有这个经验 我相信在The Hope 应该非常少 因为你们都是 你们是全台北最爱神的 还有全线上最爱神的基督徒 所以你们应该从来 没有玩过网路游戏 对不对 特别是那种网路对战的游戏 我知道你们一定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很努力上网去查 相关的经验 有一种网路游戏 叫做英雄联盟 还有手机的话 就是传说对决 他就是那种五对五对战的 就是你加入大概二十分钟 你会选角色 有五个人跟你一队 然后你们两队要负责跟对方打斗 然后重点是攻到对方的基地 然后你就赢一下这个比赛 所以在这个游戏里面 它其实非常的刺激 它需要你全新的投入 在这个里面 你会选一个角色 然后你要学习这个角色的技能 怎么使用 然后在这二十分钟之内 你跟你的团队合作 然后就是完成这个游戏 然后赢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 很有成就感 你们一定都没玩过对不对 我以前 我也是为了要讲今天的分享 所以特别去玩了一下 好啦 我以前非常爱玩 我以前非常爱玩 从很早期的魔兽的那个时候 到一直现在 我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 你基本上你在玩的时候 你需要全神关注 但是有时候 你知道你在玩的时候 通常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你玩一玩玩一玩 忽然间妈妈会打开门叫你 终于你吃饭了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 要先暂时把它放下 然后去吃饭对不对 或者是你玩一玩的时候 你正要下公车 所以你就必须先把它 收到口袋里面 又下公车 因为你不能这样子 你会跌倒 有时候是你玩一玩玩一玩 忽然间有一个电话来的时候 你必须先把这个电话接起来 然后开始讲电话 你知道当这个游戏 需要你全神关注 但是当你有时候 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分心的时候 你在游戏里面 就会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对游戏里面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你就终离了 对不对 你就终离了这个游戏 终离游戏 在这个游戏里面是非常讨人厌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五个人的对战 如果你终离了这个游戏 他们就变成四打五了 他们就会输这个比赛 然后不止如此 你终离了这个比赛之后 你就很容易被对方的角色杀掉 然后对方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他们就会变得更强 然后你的队友就会更辛苦 所以在游戏世界里面 他们非常讨厌这种终离的人 甚至他们会在结束的时候 会检举这个玩家说 他终离 对不对 有时候有没有人 刚刚有点头的 你们一定是先这台了解 对不对 你们之前都没有玩过 我知道 一场游戏 同一个角色 但是当你花不同的心思 在玩这个角色的时候 会造成很不一样的结果 你知道 这个游戏很有趣 是当你终离的时候 以前的设计是这样子 当你终离 他大概发现 你30秒没有操作的时候 这个角色就会停在原地不动 然后只要对方有角色来 就很轻松的 就收了这个人头 然后就得到这个钱 这是以前的设计 但是你知道吗 他现在的设计是什么 他现在的事情 他发现你30秒没有操作的时候 你的角色会自己开始动起来 然后他做的事情 就是很不积极的一些行动 打打小兵 然后他会做一些事情就是 走到那边 然后走到那边 他没有做什么 他就是展现他还有一个在移动 看大家在做什么 所以他也不会主动去开启一个战斗 但是当他面对到 人在打他的时候 他也不会主动说要逃跑 直到他的血变成红血的时候 他会自己被设定说 他要回到 他要回到他的那个基地 然后补血回血 这就是他的设定 他的设定就是变成自动化了 做一件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在贡献在这个战争的里面 你看同一个游戏 同一个角色 你很认真投入 如果你很认真投入 你买装备的话 你会提升战力 你很有可能是那一场 carry全场的MVP 大家结束的时候会给你一个666 哇好厉害 666的意思是很厉害 对不对 然后你carry全场 大家都喜欢在你的 那个坦克愿意在你的前面帮你挡血 然后让你可以攻击别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做法 你可以把你的角色完成 这样称为MVP 但是如果你终离了这一个游戏 你很有可能把你的角色完成 大家都在检举你的一个玩家 在你的人生的 有没有哪一个层面 是你处于终离的状态 有没有哪一件事情 可能是你的关系 可能是你现在的指摇 可能是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有没有哪一个层面 是你让自己处于终离的状态 你就是反正你也没有花心思 你就是它会发生就让它发生 你对未来的图片很重要 因为这会决定你是不是好好地参与在操作这个角色的过程的里面 你有没有好好地在操作你的人生 在你的人生的里面 我们常常 我现在有一个很棒的机会 可以跟我的太太Mavis一起 跟许多要即将进入婚姻的情侣来聊一聊 我每次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 你对你们未来婚姻的图片是什么 你对你未来的婚姻有没有一个期待 因为你知道其实你的期待有好几种 你可以成为那种夫妻就是 两个人到四五十岁 彼此也大概了解彼此了 但我们基本上就是各做各的 我们没有什么话聊 但是我们也不会吵架 然后太太就很热心在教会服事 然后先生每天在家里看股市 然后看体育节目 两个人没有什么话聊 但是知道彼此让人家问你说 嘿 你们关系怎么样的时候 你会说 OK啊 我们也没什么吵架 我们很好 我们彼此就像家人一样 但是我要告诉你 其实你有另外一种图片 有另外一个图片是 两个人到老的时候 都还会在那边碰来碰去的 都还会在那边 都还在那边抱来抱去的 有时候可能一个老先生 会亲他太太的额头 你们可能可以分享很多的心事 你们想要哪一种婚姻 嘿 我不是今天这个讲到要告诉你 哪一种是对的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有不同的选择 你有不同对未来的图片 但是那个图片很重要 如果你只是想要两个人 就像家人一样平平淡淡的 那你现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你真的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努力 所以这很重要 你现在对未来的图片 你的想象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想象 你其实就是把那个主控权 放给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带领你持续前进 反正大家说什么就做什么 大家说好像最近看杂志说 50岁 财务自由 享受退休生活 这是我的目标 好 那我就这样子做 可是对你来说真的有价值吗 好像最近在新闻上看到 就是好像环游世界是人生 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好 我努力 就是到我30岁之前 我要环游世界 我不是说环游世界不好 但我要问的是 环游世界真的对你来说 是有价值的吗 你为什么要环游世界 是这个世界告诉你说 那很好 所以你觉得很好 还是你真的知道这个很好 所以这是你如果没有想象的状况 是这个世界会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想象的话 你等于就是中离了 你生命中的这个领域 你没有想象 所以是这个世界 帮你设定了一个目的地 虽然有时候是直走 有时候会转弯 也许有一些改变 你感觉你在做决定 但是其实还是这个世界 在拉着你前进 你没有主控权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 在我们当中 你不是这种 你是有想象的 你对你的未来 是有一个想象的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觉得有一些事情 是有价值的 你希望在你的未来可以发生 所以你现在会愿意 来做出这些决定 所以我想要帮助各位 来更多的focus 就是你的价值观 其实正在形塑 你的未来 你的决定正在影响你的人生 但是你的人生 要走向哪一个方向 是由你的价值观来决定的 你需要有你的价值观 我简单来这样子做举例 如果你觉得工作的成就 比家庭的关系更重要 那我大概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你在加班跟陪伴家人之间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如果对你来说 顺眼看得漂亮 比相处 个性好相处更有价值 那我大概会很清楚知道 你在挑选你的另一半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决定 对你来说 孩子未来的出路 比有一个欢乐的童年更重要 那我大概会知道 你会怎么安排你孩子 下课之后的时光 所以这个价值会很直接的影响 你做到 做出来的每一个决定 我们所做的决定 都是来自于我们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不断在重复 这会直接的形塑 我们的未来 所以今天我想要透过摩西来跟你聊一聊 我们怎么判断一件事情是有价值的 你认为一件事情有价值的根据是什么 这个世界觉得有价值的 就是那个价值吗 是这个主流文化觉得有价值的 就是有价值的吗 所以这是我们要来讨论的 所以你看摩西他在这一生 他很精彩的一生里面 你可以看见 特别是摩西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摩西 他是正在一个被世界主流文化 很直接很直接影响 很直接影响的那一个位置 他不是一个 反正就是真的 没有他就是在一个 世界主流文化物质各方面 都是最直接在第一线的 所以我们从他的选择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看见 原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要从哪几方面来下手 所以在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刚刚读到 他的爸妈把他保留了几个月之后 他们发现没有办法再留了 再留下去被发现的时候 我的小孩最后还是会被杀 所以他的爸妈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把他放在篮子里面 然后放到尼罗河里面 让他飘 虽然听起来 现在听起来 还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杀死他而已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 圣经显就是还有活下来 然后你知道吗 他飘到一个很棒的地方 你知道他飘到法老公主 法老不是跟我法老的女儿的房间的外面 然后被法老的女儿看见 你知道这对我来说很棒 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个人 与其被法老捡到 我会冒两种风险 第一种风险是 法老可能看到生气 就把我杀掉 然后故事就结局 然后我们今天旧约就没了 就直接可能看新约 这是一段故事 但是如果飘到法老那边 法老愿意把他留下来 其实那也对我来说也没有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就变成法老的养子 他很有可能要跟法老的儿子 来争夺王位 所以那个位置其实有点卡 但是神很祝福他 神让他飘到法老的女儿的房间 所以他就变成法老的女儿的养子 这代表他就是一个 不会跟那个中央权利有任何挂钩的 他就是一个可以好好享受人生 他长大的过程 反正他有一个哥哥 就是会继承王位 他要做的就是什么 他就是要好好的享受人生 他每天早上起床 早安 你们起床了吗 你们起床了吗 你看这个 我这是昨天那群以色列人 把我们盖的宫殿 怎么样不错吧 来来你看这个是人面师身相 喜欢的按赞小爱心加一好不好 摩西要做的就是这个 然后我等一下早餐听说 他们帮我们抓了一堆尼罗河里面的 尼罗河的鱼 他们说要做活鱼十五吃 来我们待会 这活鱼十五吃的朋友 我们喜欢的加一 爱心小铃铛要点起来 你看摩西的生活其实就是 非常舒服耶 但是我们看到 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开始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二十四节 他的人生进入一个价值观的重整 从一件事情开始 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 他这边说 摩西长大成人后 他凭信心 拒绝做老子女的儿子 所以今天我想要让你们知道 当你在建立塑造你的价值观的时候 那个第一步 你必须要知道 我是谁会决定什么对我是有价值的 我再说一次 我是谁会决定什么对我是有价值的 你可以感觉到摩西正在经历一个身份认同的危机 为什么呢 当他在那边每一天开心自拍 然后跟着他的哥哥每一天骑马 然后享受皇宫一切的华丽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天 他看到以色列人在被欺负 他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的心里面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舒服到一个地步会走过去 把那个欺负以色列人的埃及官兵推倒 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推倒他之后还把他杀死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正在觉得 不对啊 我是埃及人 我怎么会做这件事情 他的身份认同开始正在帮助他 做一个调整跟一个变化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正在挣扎 其实他做的选择不难对不对 他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当王子 一个是当什么 奴隶 你能想象他去到酒吧 有时候在酒吧都会有那种很烦恼的人 来一杯威士忌 他就很烦恼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有那个酒保就在那边 摇那个饮料对不对 他就跟那个酒保老天说 我人生好难 我人生真的好困难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到底要选择做王子还是做奴隶啊 这个决定很难吗 不难耶 如果是我就选 那个酒保 如果我是酒保我会走掉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启笑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你不难 这个决定不难 但是我要告诉你 摩西在挣扎的 摩西在挣扎的 其实不是当王子比较有价值 还是当奴隶比较有价值 摩西在挣扎的 其实是他的身份 摩西在挣扎的是他的身份 他怎么样 他在这当中他要做出谁 因为他知道不同的身份 会带出不一样的选择 而不同的身份会认定 有一些事情是有价值 有一些事情是没价值的 所以在你要建立你的价值观的时候 你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 就是你在挣扎你的身份 如果你一直在挣扎 属神的身份 还是这个世界的身份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你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因为如果你没有挣扎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挣扎 讲的没有很复杂 这不是一个挣扎对你来说 所以你知道当摩西 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 他其实要非常有勇气 因为他这个经文 他说他拒绝做法老子女的儿子 你知道要拒绝这个世界 给你的定义有多难吗 你非常难 你非常难去拒绝这个世界 要告诉你你是谁 或是我这样子问好了 你让谁决定你是谁 你让谁决定你是谁 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 其实都会有同侪压力的 小时候我看到那个别人 小时候我看到别人背那个书包 后面有那种什么数码宝贝 或是那种神奇小叮当 我就觉得他们那种包包好好看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 总是买一个皮的包包 现在看起来很有质感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 不要我要数码宝贝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会有同侪压力 别人都会那种很漂亮的 这种卡通的包包 但是为什么我不能背美少女战士 不是美少女战士 那个我不能背 那个时候有什么 机器人然后某一个某一个 我想要背那样子的包包 所以我们会有同侪压力的 那你以为我们长大了 就没有同侪压力吗 我们会有比赛的压力 比较的压力 你的工作成绩 你的工作表现会有压力 你的社群媒体也会给你压力 别人出国 糟糕 别人今年已经出国两次了 我今年都还没有 好像你开始人生 进入一个危机 对不对 别人都在出国 我怎么没有出国 别人买名牌 我也要买名牌 这个可能各位还好 但是我以前有一个挣扎 就是当IG 我开始使用IG的时候 我开始研究IG要怎么用 可是IG其实 它有一个功能叫限动 对不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看别人都是 拍IG的时候要有限动 然后限动大家才会跟你互动 所以你就是要有限动 可是你知道 我这个人的个性是 我非常喜欢 从我的身材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非常享受美食 我非常享受美食 所以我很喜欢在 食物刚上桌 那个还冒着烟 还最好吃的那一刻 我想要好好的享受它 但是那个时候 当我开始使用IG的时候 我就发现 不行 我要先拍限动 所以当这个食物上来的时候 我就要这样子拍 然后有时候手要这样拿 然后这样转 对不对 不然拍到手 然后这样转 然后好几次扭到手 你知道吗 我想说怎么样 然后不然就是有时候知道 自己拍那个360度回旋 想让我的限动看起来更好 有更多人可以跟我互动 但是当我限动关掉 PO完的时候 我准备要吃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面已经冷掉了 特别是那个意大利面 有时候那个就构成一团 对不对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 我明明不想拍限动 但是我要拍限动 你知道我有一种感觉是 我好像放弃了 我决定我自己是谁的权利 我并不想这样子做 但是我放弃了 我自己是谁的权利 我让别人来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我让别人来决定 在摩西那个时候 大家都跟他讲说 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就进去当王子就好了 很easy 当王子就好了 但是他拿起了他的决定 他要做出他的选择 所以今天我一样在问你 是谁决定你是谁 是你自己吗 是这个世界吗 我来看一段经文 在罗马2章2节 他这里说 摩西意识到他需要离开这个谎言 事实上他花了40年的时间 离开这个谎言 他花很多的时间找到他自己 找到他自己是谁 找到他自己该做什么 找到什么是对他有价值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 当你在重塑你的价值观的过程 这个价值观会影响你的未来 在你重塑价值观的第一步就是 你会先在你的身份上面有挣扎 但是永远不要忘记 我是谁会决定什么对我来说 是有价值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 摩西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 就是他拒绝了成为 父母的女儿的儿子 他拒绝了 他选择另外一个身份 所以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 接下来我们要看这几节经文 你就可以看见 在价值观里面有几个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时间 你对时间的看法是什么 对于价值观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对于物质的看法是什么 第三个在价值观 很重要的评量标准就是 你对于焦点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从这三件事情来看 第一个是时间 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下一段 当他知道他自己是谁 他决定要回到埃及 带领以色列出来的时候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 他做出了第一个决定 他宁愿与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 也不肯享受一时的最终之乐 所以你看在他面前又来了 刚刚有一个很简单的选择 公 哎不是公主 王子跟奴隶 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选择 享乐跟受苦 这又很难吗 简单到像我面前 有楼梯跟垫幅梯一样 你知道我每次 我在机场的时候很常为人祷告 你知道我最常为什么人祷告 就是机场的时候路很长 他们会有那种平的垫幅梯 对不对 那种手幅梯你可以搭着那个走 然后我每次都搭在上面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搭在上面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有人在旁边用走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会开始为他们祷告 主啊 给他们智慧 主让他们看见 其实人生可以更有效率 我会开始为他们祷告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sorry 我冒犯到你 但是我常常每次在机场的时候 我都很疑惑 对我来说不会很难选择的 在我面前如果有享乐跟受苦 超简单的 甚至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也直接讲得很直接 这个享乐是什么 最终之乐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我想这是 这个是非常 今天非常重要的take away 就是犯罪其实很快乐 如果今天你看色情影片 你看完之后 全身会像挣扎一样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头晕 然后没办法喘气的话 没有人会去看色情影片 犯罪很快乐 聊八卦很快乐的 聊完八卦 哇 so much information 好开心喔 我掌握好多事情 聊八卦很开心喔 犯罪真的是很快乐 圣经也直接写出来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吗 最终之乐 犯罪其实很快乐的 哪一个 我先给你们做一个选择 就是一整天辛苦工作之后 回家拿了一盒 Huggedness冰情 然后坐在那边看 很没有营养的垃圾节目 跟下班之后回家 去到你的房间 跪在那边 读一篇圣经 然后把整篇圣经背下来 默想神的话 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简单 我感觉你们都会选第二个 是不是 所以整个教会需要悔改的 只有我 是不是 为我祷告 我觉得我能够在这里分享 真的是神的怜悯 对只有我 我一定会选择吃冰淇淋 坐在那边看垃圾节目 犯罪是很快乐的 因为如果犯罪很痛苦 就没有人会犯罪 罪会带来快乐 但是这段经文 我前面 他特别强调了一件 他说 最终之乐是什么 一时的 一时在这个地方 我要帮助你 做一个转换 就是它就是一个短暂的一时 既然它是一时 它就是它短暂的 所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会不断的让我们 去专注在那些短暂的事上 而不愿意付出 长期的努力去耕耘 去等待收获 所以长期的收获 在摩西在这个地方 他就看见了一件事情是 长期的收获 比短期的满足 更有价值 我们都很喜欢 我们都很比较习惯 短期的事情 在投资的时候 比较喜欢炒短线 要长线 买基金 然后30年后 你可以看见 你有这个稳定的 持续的被动收入 30年后来说 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活着 我们很难去想象 很难在做决定的时候 选择长期 还有一个 你在获得资讯的时候 你比较喜欢懒人包 对不对 你不要告诉我 这个议题的 两边的观点 你只要告诉我 一个懒人包 发生什么事 我大概知道就好 现在是一个素食 所以我们喜欢懒人包 还有有时候 在感情的时候 你也不喜欢长期 你比较喜欢短暂的 因为进入一个长期 我要进入婚姻 好难喔 还要尾声 这个也太困难了吧 我只要 我现在交往 我不用付出什么 我如果不适合 我就结束 我们都不太喜欢 长期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购物 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你通常会比较喜欢 先刷信用卡 我先得到 然后再慢慢去还 你很难是 我先存到一笔钱 买了这个东西之后 然后 可能要等两年 一年 一段时间 我们比较习惯 短期的满足 但是你看摩西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找到 他自己是谁 他知道时间这个东西 对他来说有价值的 不是短期的满足 而是什么 长期的收获 所以在加拉太书六章九节 他这边说什么 他这边说 我们行善 不可灰心气馁 因为到时候 必有收获 如果这件事情 你只要努力三个小时 你就可以达成 圣经不需要鼓励你 加油 你不要灰心 因为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因为通常 神要你做的事情 你都是需要 长期的杀众 长期的付出 所以圣经会鼓励你 不要灰心 因为长期的收获 你需要你的投入 需要你的委身 需要你付代价 这个超级难的 但是有时候 做正确的事情 就是很难 对不对 因为如果很简单 大家就会去做了 你骂我 你批评我 最简单的就是 我把你骂回去 批评回去 但最难的是什么 你骂我 你批评我 然后我要饶恕 饶恕很难 对不对 所以你看见 摩西 他的价值观 在面对时间上的 第一个调整 他看见了 长期的收获 比短期的满足 更有价值 第二个我要带你看见的是 摩西面对物质 他的观点也很不一样 看经文在 基伯来说的 11章26节 在他的眼中 为基督所受的领入 远比埃及的财富 更有价值 因为他盼望的是将来的赏赐 摩西在这个地方放弃了 我们这一生都非常努力 想要得到的 世上的快乐 世上的成就 世上的成功的标准 那个概念就像你放弃了 你有20万追踪的粉砖一样 那个是你 那个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的是 有时候你必须选择 有价值的事情 但是你做出这个 有价值的选择 常常带来的是 会给你一些挑战跟羞辱 物质是这个世界 物质是魔鬼对我们来说 最直接的诱惑跟引诱 他要confuse你的 有时候是你的自信 各方面等等 但是最直接的 他要影响你 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以至于你可以跟神 要带你去那个方向 但是你往这个方向走 魔鬼最直接给你的 那一个轨迹 就是透过物质 所以你知道吗 当耶稣在 要准备开始服事之前 他有40天的禁食 他在禁食祷告的时候 魔鬼给他的几个试探 前面的试探都是 他现在的需要 但是最后一个 给他最大的试探是什么 通常最后一个试探都是最大 那个试探就是 他把耶稣带到一个高山上去 你就想象你去到 台北101的楼上 他帮他买 魔鬼帮他买票 来我们上去看101 你看到现在整个台北 这些荣华富贵都是你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好不好 在马太福音 他这边说 魔鬼带耶稣到一座 极高的山上 把世界万国跟极其荣华富贵 展示给他看 说如果你俯福敬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给你 物质 我要说物质是魔鬼最dirty的一招 但是虽然dirty但很有用 因为他的计划就是要偷窃 杀害 毁坏 神在你心中的带领跟计划 跟心意 所以他最常就是透过物质在 让你做出一个原本不是你要的决定 有时候当你在做出 为什么你会那么难做出在物质 跟神看中的是你的那个选择 是因为当你做出那个选择的时候 往往在这个世界上看来会带给你一些羞辱 我过去的工作是一个 是业务性质的工作 我是在旅游业上班 所以我需要拜访很多的客户 我还记得当我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算是一张白纸 是一个小白兔进入这个丛林里面 小白兔进来了 这样还算小白兔吗 我刚刚你们的笑容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知道 可以有的人这样 好 就像一个小白兔进到这个丛林里面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我心里面 我极其需要的就是 我能够收到我的第一笔的订单 我能够收到我第一笔的业绩 那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已经努力了几个月 但是我都还没有因为我还是新人还在学习 我还没有得到足够的信任 有人愿意信任我 把他这个订单交给我 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努力去拜访很多客户 我希望他们能够相信我 所以那个时候有其中一个客户 他看见了我心中的那种 就是我很想要得到这个业绩 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说 Steven 这样子好了 我可以把我这个团体订给你 但是呢 接下来我们公司会付你钱 但是你要有一点点钱回到我这边来 你知道那个时候在我面前 我必须做一个选择 那个选择就是 我如果收了这一团 我就可以很堂堂正正的回到我的公司 告诉他说 嘿 我已经得到我的第一笔订单了 但是我知道在那个当下 神给我一个不一样的带领是 我不希望我是透过这样的方法 拿到这个团体 我希望他是真正的信任我 然后觉得我有那个capacity 我有那个能力 做到他的生意 我不希望是这个过程 所以我当下我刚才讲说 嘿 sorry 就是我希望你是信任我的 所以sorry我不希望这样子做 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一个客户就再也不接我的电话 不愿意跟我会面 我们在任何时候场合遇到的时候 他都把我当作空气一样 更可怕的是 他会到处说 不要信任我们公司 因为Steven是不专业的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没有很气 有 超级气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当你选择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被羞辱的 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谢谢讲道 听到的其中一篇信息吗 约瑟被他的老板娘诱惑 对不对 诱惑啊 其实他完全 老板不是他完全可以做那些事情 但是他决定不要 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他做出了那个选择 他不要跟他老板娘 有这些关系来去 伤害他主人的信任的时候 他没有被埃及来 带到埃及所有人面前 来 这是我们最佳青年约瑟 好棒哦 他拒绝了诱惑 来 我们全部给他掌声鼓励 我们最佳青年代表约瑟 没有耶 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有价值的决定之后 他去了哪里 监狱 所以当你在做出有价值的选择的时候 往往会让你有一个挑战 就是你会被羞辱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些羞辱的背后 当耶稣基督拒绝了魔鬼 对他物质的这些诱惑跟引诱的时候 你看见什么 如果耶稣选择了 他就接受这个荣华富贵 就没有十字架的道路 就没有十字架上面的救恩 就没有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可以靠着耶稣基督 跟神重新建立那个关系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摩西在那个时候 他就接受了当王子 他可能是那个时候最有名的网红 但是我要告诉你 现在没有人会记得摩西是谁 他甚至不会像某一个法老王 像拉美西斯 好像你会记得这一个法老王 但是你根本就不会知道 有摩西这个人的存在 这是第二个 他前面 他在 他找到自己之后 他在 他对于时间的看法改变 他找到他自己之后 他对于物质的看法改变 最后一个我要跟你分享 当他找到自己之后 他在焦点上面的改变 我们一起来看 希伯来书11章27节 他这边说 他凭信心离开埃及 不怕王的愤怒 他坚忍不拔 好像看见的肉眼 不能看见的主 一样 你知道摩西有绝对的理由害怕 因为他要对抗的是 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在埃及 法老当时其实被当作是神 你可以想象 你要跟神对抗吗 他基本上可以要你做任何的事情 通常当你面对这样子的强权 面对到这样子压力 面对到这些世界来的眼光的时候 你通常会想要妥协 因为恐惧往往带给我们就是放弃 恐惧来了 我们想要的就是放弃跟妥协 但我确实要跟你说 有时候你妥协 确实可以帮助你完成一些目的 但是今天我想挑战你的事情是 你的人生真的只是在完成那个目的吗 因为如果你妥协的话 你的妥协会伤害你自己所认定的那个价值 你的妥协会使你忘记你的价值 因为你的价值不是透过那个目的 有没有达成来决定的 如果今天你来报名我们The Hope College 我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毕业而已 我根本不在乎在你这一年当中 你激励了什么 你学习到了什么 你的感觉会是什么 我只是想要一个数字 不行 我要我的毕业数字很漂亮 不行 你要忍耐 我没有在在乎这个过程 如果你是一个运动选手 你是不是只在乎你有没有得第一名 如果你没有得第一名的话 你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运动我们一直在说运动的重点 不是在于结局 对不对 运动员的重点是在于那个过程 你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办法被说 这是一个good game 这是一个很棒的比赛 所以我要让你知道 我们的价值是在过程当中体现的 而不是结局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摩西 他在找到自己的身份之后 他在他的焦点做了一个什么转变 就是对他来说信心的过程比恐惧的结果更有价值 因为你在恐惧当中所做出来的结果 可能你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但是摩西的目的并不是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我们都以为摩西 他这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不是摩西他人生的目的 摩西他人生的目的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 完成神对他的托付 就是这样 所以就算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了 他也不一定在接下来会真的完成神对他的心意 如果他没有持续有这样子的心态 他如果觉得我只是带出埃及 那基本上跨过红海那就结束了 但他的这一生还没有结束 对他来说是那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 他上面说凭信心离开埃及 所以想要帮助大家有个更清楚的图片 什么叫做凭信心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眼光从目的转移到过程 这个就是一个信心 因为我们比较常用最后的目的来定义我的成功与失败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焦点定义在这个过程 我是不是在这个过程是忠心的 我是不是在这个过程是持续的谦卑聆听神的心意 顺服神的心意 虽然有羞愧 虽然有一些痛苦 虽然有一些不解 会被误会 但我是不是在这个过程 我持续的相信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个就是在过程当中是有信心的 听不太后说四章七到八节 这是一段很棒的经文 保罗在他结束了一生的服事之后 他这样说 他说 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跑完了 所信的到我持守住了 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预备 按公义审判的主会在他来到那一天 把他赐给我 不但会赐给我 也会赐给所有爱慕他的人 可以说一件事吗 跟我讲两个词叫做预备 保罗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服事完他的这一生 他被关 他很辛苦做见证新生机 他服事完了 但是你知道吗 他其实也还没有看到他的目的 他只是说 他知道有一个公义的冠冕 会为他预备 但是他有一个信心 是他在这一条路上 美好的仗他打过了 他该跑的路他跑完了 他所信的到他持守住了 所以你看见吗 当你的价值观的转变 第一个 是你对时间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不再是一个短期的满足 而是一个长期的收获 你对物质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 在这里你的焦点会从目的转向过程 对你来说 信心的过程比恐惧的结果更有价值 所以你来看看我们说的这一位 埃及王子摩西 跟这一位以色列奴隶摩西 他们的未来哪一个比较有价值 我来告诉你摩西的价值 摩西是可以说是整个旧约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 在旧约当中的前五卷书都是他写的 这可能是我们后人这样觉得 那我告诉你圣经怎么写摩西 生命记34章10到12节 他这边说 此后以色列再也没有出现像摩西那样的先知 他曾面见耶和华 封耶和华的命令 在埃及行神迹歧视 惩罚法老以及臣婆和国民 在以色列人面前行伟大而可畏的事 我不知道你 但是我很希望有一天在我死掉的时候 在我的墓碑上面 我能够写下类似这个大概十分之一的内容 我就会觉得 I'm so proud of myself 这就是圣经对摩西的评价 你有没有看见这一位埃及王子摩西 因为知道了他是谁 他在价值观做出了一些不同的决定 所以他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 他的未来充满价值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在 被摩西所做的选择而受到影响 所以你的未来是可以有价值的 最后你可能会说 摩西明白他的身份 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觉醒 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收获 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明白 但是我要告诉你 其实不是的 摩西会有这样身份的转变 其实是因为他是被神所拣选的 我来带你看一节经文 这节经文第一次发现的时候 我觉得好有趣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 你看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后面 我们现在先往前看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 摩西生下来时 他父母见他长得俊美 就凭信心把他藏了三个月 不怕违抗王的命令 可以跟我说一次吗 长得俊美 我那时候看到了想说 摩西应该就是帅吧 他帅所以他就是 他有一个身份的转变价值观 没有没有 我开始看到英文版本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掉下眼泪 我说原来在神眼中 也许我们中文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会这样翻 但是你看英文 英文他这边说 这个长得俊美 他的翻译是什么 什么是 就代表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我不知道中文翻译为什么 他是不平凡就翻成 他是一个俊美的人 但是我想要让你知道的是 在神眼中 摩西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一个人他之所以不平凡 是因为神所拣选的 所以摩西的整个历程 一开始就是神所拣选他 他之所以可以被他妈妈留着 他之所以可以飘到 法老公主的那个里面 都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是神拣选了 他开始有一个身份的心情 所以今天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你跟摩西一样是被神所拣选的 只有前面那一排的 你跟神一样是被神所拣选的 你会诞生在这个世上 就因为神选择了你 一切都是从神开始的 你会说 没有不是我不觉得 只有可能只有 帕斯皮尔是被神所拣选 但我要告诉你 不要相信人怎么说 看圣经怎么 圣经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军村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所以你们可以跟我说一次吗 我是被拣选的 再大声地说一次 我是被拣选的 那你会说 我是被拣选 可是我没有摩西那么厉害 摩西就是埃及王子的 他过去受教育 我好像蛮普通的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我一样告诉你 人这样子看你 世界这样子定义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 神的话怎么说你的 我们来看一节经文 这节经文在以夫所书的二章十节 以夫所书二章十节 他这边说我们是上帝的 再说一次我们是上帝的 好不好大声地给我宣告 我是上帝的杰作 他这边说 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造创造的 为要叫我做祂预先安排 给我的美善知识 所以我要告诉你 你跟摩西没有不一样 如果你还觉得 摩西他有比较特别 跟你不一样 没有我已经用神的话告诉你了 你是被神所拣选的 你的身份是杰出的 神创造你是不平凡的 所以你可以跟我再 跟我来宣告一次吗 我说一次你说一次 我是不平凡的 我是神的杰作 我是被拣选的 好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当我们在看 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 你的角色会决定 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 你的身份是会决定 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 你现在知道你的身份了吗 你的身份是被神所拣选的 你的身份是神的杰作 你是不平凡的 邀请各位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当你明白你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知道你的身份 我想要告诉你 你就是神的儿女 约翰一书这边说 神不只是拣选你要服侍祂 祂拣选你成为祂的儿女 祂说你看父赐的是何等的赐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好不好 你看像你旁边的人说 嘿你是神的儿女 要给他一个嘿提醒他 嘿你是神的儿女 所以你跟摩西没有不一样的 你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 我要告诉你 你的选择会形塑你的人生 而你的人生可以前往一个 有价值的未来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 阿们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祖我们为了今天早晨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明白 祖原来你对我们的人生 有一个计划跟目的 祖我们不是可以终理我们的人生 祖我们不想终理我们的人生 祖若是在我们当中 我们曾经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 我们选择忽略 终理了我们人生的某一个层面跟领域 祖就求你现在再一次调整我们的眼目 祖再一次吸引我们的心 祖让我们看见 祖原来我们是那一个不平凡的创造 祖我们是你的儿女 祖我们是那一个 你有极美好心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祖无论是在我的婚姻 祖无论是在我的关系 在我的工作 在我的未来 我甚至我接下来要所做的每一个计划里面 祖祢让我知道 祖我可以有价值的未来 祖我不是只是好像按着这个世界的潮流 祖我可以知道 祖在祢的眼中我要活出祢的心意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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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在我们金牌收响邀请人 邀请我们当中的一些人 你可以出来祷告 但我知道 有一些人你知道你现在就像在自动导航一样 你不觉得你的未来是有价值的 你一直是让人来定义你的身份 即便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而一个负责人 你可能都还是在这个世界的价值的上面 你知道你一直做出一些决定不是你想要的 也甚至是你已经做出一些决定 你知道你很后悔 你知道你很懊恼 你不想要在这个里面的 我要告诉你 你的过去塑造了你 但是它不能囚禁你 你的过去会影响你 但它不能定义你 所以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继续敬拜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你需要被祷告 我邀请你来到台前 不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帮助你什么 而是我们想要陪伴你 在这个路程诚实的面对自己 有没有哪一些领域我是中灵的 有没有哪一些领域我需要神的帮助 Come on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 祢可以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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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so so good Every prayer that I am able I will see all the goodness of God 我感觉到在我们当中 也许你是在线上 我不知道你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因为过去你在一个不对的关系 跟感情的里面 以至于你现在让你的感情的生活 是在一个中离的状态 你让它是自动导航 你对它没有期待 你对你的未来 你的婚姻 你没有一个有价值的期待的 我想要为你祷告 我邀请你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想要 也许你在线上好不好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怎么样为你祷告 在我们当中 我知道有弟兄 我想要特别为你祷告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 你曾经要试着做一个生意 但是你失败了 然后你现在卡在那个地方 你不知道退 不知道前进 你有一点有点像是放弃它 有点像是摆烂这件事情 你就觉得它就是这样了 我现在要告诉你 你可以开始重新的 再次成为新造的人 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你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想要为你祷告 我们继续在敬拜的时候 来到台前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来服侍你 一切开口来敬拜 一起开口来敬拜 所以更好 在每一杯 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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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goodness of God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It's running after me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With my life laid down I'm surrendered now I give you everything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With my life laid down I'm surrendered now I give you everything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好不好 What's going on Here everybody is running towards 或者是给我们一个加一 让我们能够看见 你预备好了吗 你预备好要来回应神了吗 你预备好要来跟随耶稣了吗 一 二 三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我想要邀请你 现在可以举起你的手 我看见了线上的Hope Nation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现在也可以在聊天室 打上加一 或者是说我愿意接受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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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们所有的Hope的家人们 我们一起来陪伴这群家人们 一起来祷告 我祷告一句 请大家跟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让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在第三天复活 并在第三天复活 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求你来赦免我所有的过犯 求你来赦免我所有的过犯 而且来带领我跟随你 让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让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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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 希望今天的讲道 对你来说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不要停在这里 可以把这个影片 分享给你 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 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你就不会miss到任何最新的影片 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 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的一份子 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 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透过奉献 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 加入在我们的Hope大家庭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 把这样的影片 这样的讲道 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谢谢你慷慨的给予